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欢迎各位报名 圆培仪式科技大学第41期海青班 宠物保健美容科 我们的科系有四大特色 第一是宠物美容及营养保健 第二是宠物医疗保健 第三是宠物运动及行为训练 第四是宠物食品及商品创意开发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设备 在课程当中 我们安排两个月的校外实习 专业证照辅导方面 我们辅导各位呢 参加中华民国技术证 宠物美容丙级证照考试 另外为辅导各位参加 国际协会所举办的资格检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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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 你也是 我之前没在学校看过你 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呃 我叫Sam 你呢 我是Sam 以前我是海青班和备科的 我现在来学校是这里看看 真的吗 我也是海青班的学生 只不过我是从访科 因为我太喜欢从访科 诶 诶 是在海青班就有这个科系了 对阿 现在海青班有很多科是可以选择 像是世光科还有数位行销科 很有趣哦 对了 我可以跟你介绍五级吗 我想带他去我们的实验驾驶 终于实坐一下 走吧 你看让我已经在这个球上运动 可以提升肌力 这样当我挺洗澡 我觉得比较放松一点 因为你的介绍让我认识更多照顾五级的方式 真的非常感谢你啊 希望我回去马来西亚之后 我们还可以保持联系 知道大家 嗨 马来西亚的海青班同学们 大家好 本人是林维宜 非常开心受到原培医师科技大学的邀请 来到这里跟各位分享 那未来的毛小孩的一生的规划呢 我们除了帮他做食衣住行育乐 接下来呢 也就是这几年最夯的 也就是老年照顾 所以呢 最后一顶路的道别 其实呢 就是重悟的 冰障业 其实现在也非常热门 而且每一个士组都非常的重视的 好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专业跟这个事业 我觉得他的触碰点颜色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商机非常的多的 那各位学生们 你们要了解 你进来咱们原培医师科技大学的 宠物保健系之外呢 你学习的内容 它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哎呀我今天学习的宠物美容 那我是不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No 你还有受医师助理可以走 各位如果来到咱们台湾 原培来上课 将来回去了 你一样可以呢 去选择一个实习的地点 就业的地点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留下来台湾继续升学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非常欢迎你来哦 看完以上的介绍影片 你是否心动的 欢迎喜欢动物你 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看到什么 就像是个人的 这是个人的 我对了 我也是个人的 这个人的 我们的行列 你能帮你